我们是对这个HTML做了一个简单的一个学习 那我们简单介绍了一下 NML是一个叫做超文本标记语 超文本标记语言 其实我们这个标记指的就是一个一个什么叫 标签 一个一个标签 然后呢介绍了一下我们这个NML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结构 包括最上面是我们这个DogType文档声明 这个什么作用啊 声明我们当前网页的是一个HTML5的一个版本 对吧 然后包括我们NML网页的一个根标签 还有两个子标签 一个是HID 还有一个是我们这个BODY HID里边还有一个这个TITLE 然后BODY里边你想写啥就可以写啥 可以随意去写 然后这里边实际上我们这还写了一个META META标签干什么用的 我们这在说不用着急 然后呢包括一些我们这个标签的一个结构 有开始呢有结束 中间是我们这个标签的一个内容 比方说那个内容 然后还有一种特殊的我们带来说 然后呢这里边我们还有一个概念 叫一个元素 元素在我们这个网页开发中也经常会听到这个元素概念 其实元素呢 说一千到一万的元素什么意思呀 在我们这里边元素和标签意思是一样的 元素就是标签标签就是元素 我说元素跟我说标签是什么呀 一个意思 我说HTML元素跟我说AML标签是什么呀 一样的 所以元素和标签意思是等价的啊 你就这么记就完了啊 这么记就完了 好那这也是我们说的一个 然后呢接下来我们这里边属性什么呢 我们现在先不管它 那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些什么呢 说一些我们这个可能稍微的关系不是那么大一个东西 我们叫一个什么呢 我们先了解一个东西 叫一个什么呢 我们叫做一个这个进制 进制这个东西呢 我们暂时就先了解一下 对于我们来说这个进制 其实也不用掌握的太深 什么换算什么的 我们不用不用说 我们只需要了解一下进制的一些规则 那什么叫进制啊 什么叫进制啊 进制主要是什么呀 我们说直接说了叫做什么呀 几我们说有什么呀 有二进制 有十进制 有十六进制 还有这个八进制 那这二进十进制什么意思 是不是满十进一啊 二进制什么呀 满二进制 所以进制就一句话 我们说什么呢 几 几进制就是什么呀 满几进一 满几进一 几进制就是满几进一 十进制就是满 满十进一 二进制就是满 满二进一 满二进一 所以这个几进制就是满几进一 那这边我们来说一下 我们常见的进制 我们会用到的进制是什么呀 我们说有二进制 还有我们最熟悉的 十进制 十进制 还有一个我们用的也比较多的是一个十六 十六进制 还有一个相对来说用的比较少的 我们这个八进制 八进制 我们常用的就是这么几个进制 那么咱们先说咱们熟悉的 这个十进制 十进制我要数数 我是怎么数的 我是不是零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我这么数的 也就是说我十进制里边实际上只有什么 只有这十个数 零到九 十个数 当我再往上数了 九往上该谁了 九再加一变成几了 是不是变成十了 变成十了 那我们就干嘛了 是不是得各位是零 然后十位是不是一 是不是就往上进了一个一 所以再往上数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是不是依次 依次雷推 十进制是我们最熟悉的 也是我们生活中用到的一个进制 它是满十进一的 满十进一的 还有一个相对来说用的比较少的是我们二进制 二进制里边 十进制里边有十个数 零到九 二进制里边有几个数 两个数是谁 零和一 那二进制里有没有二 没有二 那二进制里最大的数就是几了 就单个数最大就是一 就像什么 十进制里有没有十 没有十 同学说了 这一零不就是十吗 这十是几个数 两个数是用两个数来表示这个十的 我们说的这个数都是一个什么 单个数 所以二进制里边就是什么 零和一 那二进制怎么数的 零 一 一完了该几了 一完了是不是 是不是二 不是吧 一完了是不是又该进一了 所以该几了 是不是一零 一零完了以后是 一一完了以后 有一二吗 没有一二 是什么呀 二零是不是一 跟一二是一样的 是吧 一零零 然后是一零一 然后是一零零 然后是一零一 是这么数的 所以这个什么呢 十进制就是满十进一 而二进制就是什么呀 满二进一 满二进一 这一零就相当于几 是不是相当于我们十进制里边那二 一一是不是相当于三 一零零是不是相当于四 四 一色列推 我们简单说一下怎么去数的 也就是说我一零 二进制里边只有两个数 一个是零 还有一个是一 一个是一 那么来说 那十六进制 十六进制怎么回 十六是稍微麻烦一点 十六进制叫什么呀 你们叫满 是不是十六进一啊 满十六进一 那我们说怎么数啊 这玩意儿零 一二三四五六 一直到九 这是不是我们都会啊 我们都会 但是到十了以后怎么办 那我十以后 我能不能这么写一个这个 一零啊 写一零是不是又变成 十进制了 哎 变成两个数了 我是不是得找一个数 去表示这个十啊 哎 表示这个十啊 所以这里边我们来说 十六进制比较特殊 十六进制 由于什么呢 由于是满十六进一 满十六进一 所以什么呢 所以必须什么呢 必须设置几个这个 特殊的这个字符 来干嘛呢 来表示我们这个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一直到几啊 十五啊 他需要设置这么几个特殊字符来表示十一直到十五 为什么要设置 因为什么呀 因为我如果直接写十 是不是又变成十进制了呀 所以不能写十 我得干嘛呀 那我用什么表示这些东西 哎 我们使用什么呀 使用我们这个 叫A B B B C D E F EF A表什么呀 A表是一个十 咱们就这样 这样写吧 使用ABCDEF分别表示 分别表示谁呢 分别表示谁呢 我们的十啊 十一啊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哎 也就是说什么呢 也就是说你在十六精致里如果看到A了代表什么 哎 十一 看到C代表的是 十二 D代表的是 十三 E代表的是 十四 而F代表什么呀 十五 啊 十五 所以这里边我们说九完了以后该怎么数了 哎 就不能写十了啊 又得写什么了 A A完了是 B 然后C 然后D 然后E 然后F 往后还有没有了 没了 往后F 我不是该用满十六了 满十六再进一变成几啊 哎 一零啊 一零 然后一一一二 一直到一九 一九完了几了 哎 一九完了 该几了 是不是 EA啊 哎 然后EB 然后 EC ED EE EF 啊 是这么数的 所以这里边呢 在我们十六精致里一共有几个数 十六个数 是不是从零一直到 F呀 哎 零一直到F 所以这个数呢 我不要求你说你能 你能会它转换 你说把二进制转成十进制 把十进制转成十六进制 不要急你会转换 我只要求你干嘛呀 你能看懂 你看到这么一数 一看到这一看到这这这这数了 你要知道这玩意是个什么呀 二进制 看到这数 你要知道它是个什么呀 十进制 实际师肯定知道 你要看到这个EAEBECDEEEF了 你要知道这是个什么呀 十六进制啊 能看懂就行了 然后还有一个叫做八进制 八进制相对来说用的比较 比较少 比较少 八进制那顾名思义 我们就叫做一个满 满八进一 那八进制里边几个数 哎 八个数 是不是就是从零 零到七啊 零 一二三四五六七 有没有八呀 哎 没有八 到这该就进了吧 然后是 一零 一一 一二 一三 一四 一五 一六 一七 然后呢 哎 二零 二一 二 它是这样叫做一个满八进一 所以在八进制里边的一零 就相当于我十进制里边谁呀 哎 八啊 相当于我十进制里边的八 好啊 这是我们说对这个进制 做一个这个简单的一个介绍啊 简单的一个介绍 那这里边我们会用的比较多的 十进制 你们常用 这就不用多说了啊 十进制我们常用就不用多说了 然后呢 二进制呢 实际上我们自己写的情况下不是很多 二进制 为什么要说二进制 因为在我们计算机底层用的是什么呀 二进制 那我们暂时会用到的就是什么呀 十进制 还有我们这个 十六进制 十六进制 其他的我们用的不是很多啊 所以这块就了解一下这个进制啊 进制 咱们简单的去介绍一下